中国日前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进口 让许多民众开始担心会冲击台湾市场 纷纷发起购买的活动 而在民众纷纷力挺购买之下 在廉价期间 高雄市农业局的网络电商平台高雄首选 也销售出破千箱的凤梨 而农业局也表示 未来会透过多方管道协助农民行销 28号当天我们的高雄首选电商平台 很感谢全国的一个帮忙 我们一天就涌入了大概1400箱的一个订购 高雄凤梨的外销量为产量的10% 另外的90%都为内销市场 未来农业局也会与在地企业 学校或是海外厂商密切配合 希望能够降低对市场的冲击 我们在整个外销的部分 是占整个生产量的10%左右 的确我们的凤梨的产业会受到冲击 不过高雄市政府也有提出相关的因应措施 包括我们现在目前在积极跟我们其他的周边国家 包括像新加坡 包括像香港 像日本 我们都积极的在洽谈当中 国内的部分 我们包括像跟全联 加勒福跟全家都有一些合作 另外我们在学校营养产产的部分 我们也寄出了相关的奖励的一个措施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在地的学童 能够多多的使用我们的一个高雄的一个凤梨 另外网路上近期也相传高雄联屋的外销也有受到影响的状况 农业局也回应此案为特殊案例并非常态 目前也有顺利将原先被取消的联屋订单转移 请民众不要过于担心 一天有一个临时的突发事件 说有个贸易商他暂时停工这个部分 那我们后续的了解那是属于个案的部分 很感谢其他贸易商也在第一时间 在跟我们六规农会已经有完成那个订购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目前来说联屋并没有这些相关的问题 高雄出产许多优质的农产品 而农业局除了积极拓展国内外的销售市场之外 也欢迎民众多加选购一起用行动力力挺高雄农民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 高雄报道